骨关节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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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骨关节炎的全名叫做退化性关节炎 顾名思义就是 关节出现退化 勞损问题引起 而最常受到影响就是膝胱膏 如果你看看世卫的数据 在全球大部分的骨关节炎之中 超过八成都会影响膝胱膝胱 正常来说膝胱的骨表面是一股软骨 正常走路时膝胱的伸直 屈曲时基本上就不会有什么感觉 但随着软骨出现问题 一般来说是颅酸、退化、薄了 会令到病人开始有不舒服的感觉 其实任何人都有机会发生膝胱退化的问题 但因为退化和勞损的问题 一般来说我们会在年纪大或长者 相对来说比较常见 至于男女比例来说 我们知道女性发生失关节退化的机会 相对来说比较男性比较大 尤其是年纪大过50或60岁之后更加多 至于其他因素的高危因素 例如她年轻时有严重的受伤 她曾经做过不同类型的手术 例如骨子手术 例如十字人带伤过 例如半月带伤过 这些全部都会令到病人有机会提早出现失关节退化 一般来说治疗目标有三个 第一是减低病人的痛楚 第二是提升活动能力和生活质素 第三是如果病人的关节出现变形 我们希望可以矫正变形的关节 实际操作来说 首先我们会转介病人做物理治疗 基本上物理治疗的目标就是 希望提升失关节附近的肌肉 令到痛苦减少 在药物治疗方面 首先会给予一些不同类型的口服药物 主要都是非类固醇的消炎药 至于注射治疗方面 可能大家听过坊间很多病人 会试过一些透明质酸的治疗 一般来说注射透明质酸到关节 目标是希望补充关节里虧的软骨成分 从而减低痛楚 现在市场上都是一些比较新的注射治疗方案 就是一些高浓度血小板的蛋白注射治疗 概念就是在血中抽出一些有用的血小板和血清 再注射在关节中 从而得到关节减低发炎的效果 如果刚才那两个方案都没有效 又或者病人是一个严重的关节问题 例如变形变得很厉害 他的关节非常僵硬 很影响日常生活的话 医生便会建议视乎关节退化程度 考虑进行这个手术方案 第一个就是要换完整个关节 或者我们叫做一个全室关节支援 如果病人主要是某部分的关节出现问题 那我们可以考虑做一个半室关节支援 我的概念基本上就是 将所有有问题的软骨和相关的软组织 将它清除 再换上一个人工金属制的人工关节 那就可以达到止痛 活动能力提升 和将一个变形关节绞形回正常关节的效果 在机械臂的关节支援手术来说 我们在术前可以用X光或者CT 先将病人的关节资料输入电脑里面 手术的时候 首先病人会进行半身麻醉 半身麻醉之后 我们的机械臂就会利用一些很高解像度的相机 去拍着骨头进行配对 之后就可以利用机械臂去很准确地决定 我们需要切骨的位置 从而达到一个高精准度的切骨效果 如果你看回最新的医学文献和研究 我们发觉如果是利用机械臂去进行 关节支援手术的话 它的误測是明显可以减低 我们是说误測可以减少于一毫米和一度 除了切骨来说 做这个室关节支援手术 如果利用机械臂的话 是可以减低对周边的软组织的损伤 创伤少了 病人的术后痛楚 发炎肿胀都可以减少 令到病人可以很快地做完之后 就立即落地走路 也可以有效缩短病人需要住院的时间